这里是美丽的仙本纳 怎么可能变成这样呢 哈喽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最近呢我就去了沙巴仙本纳旅游 那里是潜水的天堂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旅游局 是不是在中国强打仙本纳 所以呢那里有90%都是中国游客 甚至有中国的媒体形容 仙本纳可以媲美马尔代夫 而且价格还不到马尔代夫的一半 我抱着蛮大的这个期望呢 去了仙本纳 去到那里呢才发现 原来仙本纳只是一个港口 并没有沙滩 那如果你要潜水的话 你就要出发到附近的岛屿来玩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呢 我就选择了马步岛以及卡帕来岛 那我现在呢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当时拍摄的一些画面 好险 让我长得不帅 没有钱给你买 在圈圈圈名牌 感觉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换个角度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看到了吗 很多树角 然后还有Copy 还有Mr.Dub 不同包装的牌子 这些都是人乱扔垃圾造成的 你看麦洛的带子 这里也是麦洛 还有铝棺 不确定这些是游客留下来的 还是这里的餐饮业 留下来的 但是真的很刷风景哦 这里是美丽的仙本啊 怎么可能变成这样呢 当然 教练会带你去干净的地方浮浅 我浮浅的地方确实很漂亮 水也很清澈 但我却很担心 我浮浅的地方 在十几年过后 会不会也变得越来越肮脏 毕竟海洋垃圾回收的速度 远远不及海洋垃圾生产的速度 海洋垃圾的祸害 不仅仅是破坏美观那么简单 根据专家的估计 每年全球大约有1000万吨的这个垃圾 流入海中 每三只海龟就有一只吃过塑胶 90%的海鸟体内含有塑胶 而且英国专家小组 对英国八大超市进行调查发现 竟然全部的鱼类 都含有大量的塑胶微颗粒 塑胶是不容易分解的 很多的鱼类吃了这些塑胶 通过食物链 最后也会回到我们人类的身上 我最近也看到一则报道 山足台风导致一些沿海地带淹水 积水退去后 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垃圾 这些原本被人类丢弃的海洋垃圾 在一场台风过后 就还给了人类 感觉就像是大自然 对我们的报复 大海是海洋生物的家 不是人类的垃圾厂 我们不应该把垃圾丢在别人的家里 那怎么样才能减少海洋垃圾呢 除了依靠专家回收海洋垃圾 身为老百姓的我们 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从源头做起 我们不止不要将垃圾丢向大海 我们也要大大的减少塑胶的用量 可以是不拿吸管开始 自备环保袋 或者是回收塑胶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世界 做出小小的改变吧 如果你对海洋垃圾这个课题 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你留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帮我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